小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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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来介绍什么 今天要来介绍我们三名书局全新童书品牌 小山丘的第一个产品 中英双语 翻翻点读宝盒 那这个宝盒有什么厉害的呢 这是台湾第一套 结合点读翻翻书的中英双语学习书 让你从0到6岁开始培养孩子的英语力 我现在要来开箱咯 好我现在来示范一次怎么样使用 首先我们先拿起实用说明书 然后看实用说明书里面有什么 哦这个是这本书的 来 这个是这本书的操作方式 那还有什么 我们点多笔的操作方式跟一些介绍 那还有这边有配件 看一下我们有什么配件 这边都在这里了 还有录音贴纸使用 以及这个点多笔 它还可以再扩充什么样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来用我们的小山丘点多笔 这个外盒上面有它的介绍还有使用方式 那这个是装电池的哦 这个已经先装好了 这个已经先装好了 小山丘点读笔 好 那我们启动它了 先取这一本 给小小孩的第一本中音 100单字书 这可不可以点 这可不可以点 好 ok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玩了 看它里面有好多机关可以翻哦 单字书的话那我就点一下 好 点英文的话就会是英文 点中文的话就会是中文 有个小小的互动 他说哪一个动物有四只脚 他 下一本 现在要玩这本的话 我要记得我要先点书封 这样我就可以用这本书的点读功能了 有很多的数字大家有看到吗 一大对一 所以因为这一也是一 我随便点 I'm the only one that has a cute red crown 好 I love ice cream so much 这下面有一些小小的功能 这边都是可以翻的哦 他这个要怎么样使用呢 一样他是点图会讲话 那再来是点这个的话 他上面就会开始问他问题 我需要翻译吗 我又不用翻译吧 他只有一个 他只有一个 单字卡 把它翻开 这单字卡要怎么使用呢 我们会看到这一张 一样像刚刚一样 我们在看书的时候都要先点书封 那我们看到这一张的话 我们要先点这一张 中英五十点读登字卡 这个 这是什么呢 鸭 这个英文怎么念 一样后面有这个 鸭 鸭 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做游戏使用 或者是身上可以带着到外面去的时候 这个也很小巧方便 可以打发时间还有跟练习 再来是 海报 这个海报一样有 一个练读功能 随便你爱点哪都可以 再来这个 这么精致的两本书是什么呢 我要来特别介绍一下 这两本书几个 翻一下里面 诶全白的 怎么会是全白的呢 全白要拿在干嘛 首先这个叫做 我的第一本单字典读故事书 当然你里面全白想要干嘛都可以 但是这一个 这一本书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让小朋友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 没错 他就让你可以自己制作一本故事书 那这本故事书要怎么样使用呢 我没有特殊设计让他可以整个摊屏哦 他是可以压屏的哦 不会像一般书会翹起来那样 是完全可以压屏 我今天想要画画啊 我要想要写什么样的字 写完之后呢 我想要把它念出来 这个时候录音贴纸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声音录进去说 今天 然后把它贴在这边 这一段故事就 点出来 就成功了 这样就可以完成一整个故事 你整本全部把它做完 全部把它写完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故事书 非常有纪念价值 我如果小时候有这个的话我可能 讲到看应该很有趣 哈哈哈 那再来是这个点读贴纸 刚刚有提到的点读贴纸 那它就是 这个点读里面它是有一个 你可以按录音 按录音之后把它点这一个 它这边有介绍 你先按录音之后点这个贴纸 就可以开始录音 想要讲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结束之后再按一个蓝色的 就会结束录音 那这个东西就会录进去了 那录进去之后呢 这个贴纸 你点它 就会有这个的声音 你想要把它贴在哪边都可以 那这个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你不要觉得 好像只能受限于这个地方的东西 才可以用 我们如果有音乐书的话啊 像这个音乐书 它的最后面是 可以放音乐嘛 听一个 夜后 这边 对然后它就唱歌 这个时候呢 它在唱歌的时候呢 这本书可能久了 走后你小时候买单 是它有可能 长大还是很喜欢 可是呢 它这里面的电池啊 有可能会有损坏哦 利用点多笔的其中一张贴纸 我们先点它 然后再点这一个 把它录进去 只要这个还有电 这个贴纸 这个音乐就可以永远一直唱下去哦 谢谢大家这次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